大家好,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 其实这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我是在星期四,现在差不多是2点45分左右 今天都麻烦的,突然间市场跌400多点 你又不知它为什么跌400多点 这些就是最麻烦的 如果你去炒股这些,我想都凶多吉少 应该是这样的玩法 有说,大家知道在美国 还有三天禁用了,影响到腾讯 我就不知了 美股是站稳的,香港的疫情也是缓解的 那你见到港股仍是很厉害的 我们经常都说,你不够资金进入外国 分佬扔下来香港的资金一定是少了 你不够资金只靠大陆那些钱 或者香港的散户炒来炒去的话,就不行的 那些钱一扔的话,就无端端就会跌四五百点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一点的,在港股里 好,那大家最近会知道楼市都是很差的 特别是工商铺 那稍后会跟大家讲一下最新出来的数据 那现在,无论港府也好,特区政府也好 或者很多商界的朋友都认为 尽快在十月就要推这个健康码了 那推了这个健康码呢,有这个大陆客就可以救香港了 那究竟是不是呢?大家看到我有个问号 那待会呢,讲一点点花边先 接着就会跟大家比较详细地讲这个健康码 那当然,也会讲关于这个私隱问题的 那今日的钻石狗呢,就156% 都是跌了的,那美银就去到37-38% 那六个月就35万去到48.1万,那就是美金来的 那我在星期三晚就已经放了这个七月份 第二篇的投资日志收费版到网上 那大家可以点击YouTube下面的link 进去看就可以了,完全免费的 那大家如果想订阅我们的投资日志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片尾,怎样付钱和银行账户 有任何问题的,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根据现在订出来的配额,深圳和香港 每日大约1万人 当然是先到先得之余,就有 即是会给急切需要的香港人,首先办理 那现在无论特区政府也好,无论香港工商界也好 旅游界,零售界,甚至大家看到的工商铺 即是他们都放了很大的期望 在这个健康码里面 他们希望,有了健康码之后 香港的商人可以回内地,继续做生意 即是香港和深圳等相对 如果香港的人去到深圳或进到国内 他们期望国内的人都会有对等的人来香港 救回香港的商铺 救回香港的零售和自由行 以及工商铺、零售和旅游 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 这件事,特区政府也鼓吹,工联会也鼓吹 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希望十月健康码可以推出 十月很快,今天已经是星期五,18日 究竟是不是一件这样一回事呢? 我们稍后讲了一些花边之后,详细再讲 今天星期四,只是新增9宗 我录的时候就2点45分 现在还未知道细节分析 我想都是几宗输入,其他都是个案群组 其实应该是相当低的 香港的中数已经相当低 大家记得我说过 在五月到六月的时候 从十几二十中到零 稳定地去到清零大概是一个半月 今次就是八月底开始少 应该要去到十月中才稳定地清零 现在是十八日,即是还有二十七日 也挺长时间 究竟香港现在,某程度上来说 那些工商铺、旅游、珠宝、零售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一早就已经死了 只不过剩下的工商铺 非常大的问题,根本上没有任何成接力 什么成接力都没有 究竟会不会走过健康马之后 有一个奇迹地 即是死而复生呢? 根据美联的报道 这个报纸很新的 9月16日 经济日报 香港第三季就有945间吉铺 他就说空置率是13% 比沙士差 核心驱铺的空置率是13% 比沙士差 最坏时间没过 我们举个例 以杨明这间邓汤店为例 在炮台山 他一百年租的时候 大概是11万 大约是1000平方尺 大家都看到这个铺面 其实在这个里都大铺铺 大家如果有去过 应该大家有去过 其实那个位置很漂亮 正常应该不是业主不逐租 不是蓝丝不租给他 也不是说他去另一个位置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他在附近再找个铺铺 但如果业主便宜了两成 即是八万多 这个铺铺 其实很划算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 就脚 近地理站 我也在炮罗山地理站 走出去走到铜锣湾 第二件事 就是说他 你说如果四五十块 一个铺铺铺 其实是四五十块 一个铺铺铺 那你其他的铺铺 除非在铜锣湾大街 那些铺铺租再贵 其实这个铺铺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到他都不逐租的原因 因为没有生意 因为那些小编 就在这两天 就晚上一走过去 因为这两天已经放宽了四人限聚令 但是那些小编 就走到那间铺铺 看到其实里面是很小客 很零星的客人 那就是其实没有生意 其实就是没有生意 那大家想想一样 其实正常 为什么四人限聚令 两个人就没有 为什么四个人都没有呢 为什么四个人都没有生意呢 其实原因就是 其实杨明的 邓湾浦 在19年社运开始已经有问题 19年社运开始 其实香港大部分的零售 除非很民生的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 你也是靠自由行的 19年社运开始 其实慢慢慢慢自由行已经少了 只不过他就不想 我想他现在是可以 刚刚顶到租的 顶到租和少部分人工 他就不想赔钱 撻订走 所以就捱了今年而已 如果不是的话 他老早就走了 所以你看到 其实没有自由行 这一类不是最悲食民生 比如说你在 领展里面 那些卖菜 卖鱼 或者领展的街坊店里面 做的茶餐厅 其实你很难做得住 因为这些始终靠街客 街客的正常都是靠自由行 特别是这些黄的区域 那我们看看 美联工商部门的statistic 是怎样的 大家看到 这是前两天的报纸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繁华的街道 譬如謝菲道 加连威老道 士丹顿街 波士库街 你看到 空置率 是三成以上的 我自己记得 我在香港那么多年 是没有试过的 甚至沙士都没有那么厉害 沙士都是十多个百分比 所以你看到 林郑和阿杂 的确是可以打破香港很多记录 哈哈哈哈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即使她刺了也好 即使她的租金跌了两三成也好 现在美联说最大的问题 是完全没有人问 问都没有人问 即是无论是卖也好 无论是租也好 问都没有人问 这件事才恐怖 大家看看这个图 17年比较高 8.8 18年空置率已经很低 只剩5.6 你看看四个颜色 铜锣湾、尖沙咀、中環、旺角 其实全部 都比17年创新高 平均来说 香港有12.6% 香港最近这半世纪 从来未试过 从来未试过 你看看旺角那些 是在仙达 尼敦道的位置 如果我上个星期才去过 它是在那些尼敦道旺位 即是以前最旺的铺 现在是没有人租的 尖沙咀也是一样 在最旺的嘉年威老道 尼敦道的位置 中環和铜锣湾 最近这两个星期我没有去 但我相信还是不妙的 问题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现在香港的地产市道这么低迷 当然有人说 住宅没有东西 住宅不是没有东西 是跌得比较慢 而工商铺就首当其冲 我们一会看看叶楼 你就会知道我说什么 现在香港是面对一个 非常特殊複杂的环境 即是陈启聪说得对 他说香港现在面对 我觉得不是三样东西 他说的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社运 第二样东西是疫情 第三样东西是国安法 我再加多一样 就是 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理是低能 我觉得最主要是这 是因为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理 政策的方向是低能 才搞出这些事情出来 现在香港面对的情况 从来都没有试过那么复杂 那么击垮的 大家看看为什么那些人 完全没有信心去承接呢 就是说 便宜了那么多又没有人买 白点说句 便宜了那么多又没有人租 为什么那些人没有信心去再做生意呢 大家看看第三轮防疫基金已经很清楚了 总额大约是240亿 总额大约是240亿 但是呢 你看回的detail 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些人 完全没有信心去做生意 因为这240亿里面 有117亿 是想着跟中国买疫苗的 那么水瓜打狗 已经没了一半了 中小企融资担保 这些跟市民无关 这跟市民无关 就是借钱给那些中小企 或者小微企 这跟市民是无关的 减免或者豁免这些政府收费 租金 差响减免 短期租户租金减免 差响宽减免减免 每一年你都做的 你做了这个 你在施政报告 不会再做的 实质上 整个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 只有一个有用 资助受影响人士多少钱呢? 45亿 支援两类人 一类是失业人士 一类是23个受影响的行业 就是饮食、旅游、航空、 运输、教育 我们不计他没有钱交租 我只是计受影响的人 大家估计应该有50万人 有50万人肯定 开不足工 停 停身留职 变了part time 失业兼职 我相信影响的是不止50万人 我就当你50万人 一人只有9千元 但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的疫情影响是7月中 8月中 9月中 10月中 3个月 即是他们可能 保得一个月人工 或者少得少 一个月人工 你给这么少钱的资助 哪个人敢再出来创业呢? 你不要忘记 还有些老板 他是没有钱交租的 他是不够钱交租的 喂 我见到你这样辅助的话 白点说一句 我还怎么敢去创业? 我不如躲在家里吧 我拿纵援就更好 为什么他资助得这么少呢? 原因就是因为中联办不肯 中联办不肯 你说明有8千亿 还有港元 那钱去哪呢? 我们留回明日大禹 好明显的 其实是 正常 你资助受影响人士 这一栏 最起码你都要搞到他200亿 对不对? 45亿给谁? 哪个人还敢现在出来做生意? 哪个人还敢出来开业? 你的政府是这样 大家如果认为 这个国安法疫情 只是对工商铺有影响 那你就看看叶柳说什么 叶柳首先说 这是前两天 他说支持23条立法的 即是蓝丝 即是蓝丝 建制派 或者是政府的 譬如他们行会 譬如司长级 就已经正在变卖在美资产 怕被人制裁吗? 他怕被国际制裁 那就是说五眼联盟 你不能放 他自己说的 这句不是我说的 即是说五眼联盟 你不能放 日本、韩国、台湾 你都不会放 澳洲、新西兰那些 不能放 加拿大那些 那放在哪? 放在香港? 你放在大陆也可以 你放在大陆也可以 你放在人民币资产 你放在大陆也可以 你放在大陆也可以 扁人民币资产 我们看看下一段 下一段才精进 叶柳说 行山保云道的时候 他看到大量的割价 银猪盘广告 他之前没有见过 大家看看 这个是登在他的Facebook 你看看 浅水湾头段 1780呎 有山景有海景 5500万 这些干尸起码9 扔了几成 你看看下面 东山台 三房一厅 再加上两个双连车位 1500万 即是说现在一间贵一点 普通 贵一点的屋 和这些豪宅都差不多 即是砍价走 割价到银主盘的阶段 这些其实 已经进入到豪宅的阶段 即是说 香港的富豪 对香港的楼市整个前景 是没有信心 好了 没有信心还没有信心 为何叶柳这么说 大家想想一件事 所有这些建制派 这些行会成员 政府的高官 如果他们不能够把资产放在海外 要么就放回大陆 没有办法之下都要放在香港 特别像张建宗那些柳王 十几个物业 全部他们这几个物业 只是物业 只是物业 分分钟已经过亿了 如果现在的地产这样搞法 他们是拿香港最多资产的 他们拿着各个司长 过亿的 大家看到之前 郑若驊 过亿就这样给渣打 属于物业 那你想想一件事 你将大量的资产 变成楼宇摆在香港 香港的豪宅一跌 那是怎样 他们那些楼 就不见一折 但你不要忘记 我当你不管价升跌 张建宗那些是在收租的 一个单位收少四五千 十几个单位一个月收少六万 所以就出声 我们最早期在社运八九月 我们已经说过 你这样搞呀搞呀搞死自己 现在他就搞死自己 你以为习近平不死? 习近平大量物业在香港的 他现在有香港身份证 好了 现在叶楼发觉不行 搞呀搞呀搞死自己 制不制裁就不知道 但我在香港的物业 大量贬值 大幅贬值 为租金大幅跌就出声 他现在说 他说特区政府 应该做一些事 挽救国际 和香港富豪对香港的信心 阿九彩你吗 现在玩到借了 现在人家才彩你? 玩到借了 借了你现在来沙嵩? 人家是不是都走了先 彩你有味 就玩到自己 我们很早已经说过 我们不怕 我们用来自住 反正出租 一万多千 一个月 收一万元租 和收9000 对他们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他大事 他们那些分分钟 一个月 本来租十多二十万 现在租得六七万 或者七百万 有没有影响? 所以你看到豪宅 和工商铺 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你说一般住宅 会不会没有影响? 几多人没工作 几多人失业 香港六个百分比 失业率 六个百分比有多少人 大家知道吗? 六个百分比有二十多万人 那里 还不算有些 开不足工 有工开没工开 因为我有些朋友 其实今年农历年 他做零售 已经是 炒了 但他又不是完全炒了 比如说 一个星期的 你开两天工 打电话 你就回来开工 一个月的 都有十多天工开 但是你想想 白白说一句 你又找不到另一份工作 但是你想想 你本来有一个月粮 现在只有十二三日粮 你说有没有影响? 到现在都没有改善的 香港现在很多 我们就 比较特殊 我们前两年 就已经转了网上 如果不是一样死 一样钉 那你转到网上 不是说转又转 不是说转又转 那你转到网上 我们都说了四年 才有人去钉 整个月 突然走出来 你没有人给你货金 你做网台 这些白的说句 你不能快速 你现在有这么多网台 对不对? 大量的网台 那你是不是说得好 过人呢? 除非你是知名人物 比如说KC博士 或者一些艺员 有可能 但如果不是的话 你突然走出来 根本一两年时间 是做不到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说 喂 住宅楼宇 没有影响 它只不过 就慢慢跌 大家看到居屋 就知道 六折 六折 如果过往 就爆满了 你看看现在 只有五六成 你就知道 为什么那些人 六折都不去买呢? 原因就是 不知道将来有没有工做 他都要工的 对不对? 那你说百多万 你就买咯 喂 五六百万的 就是简单说 如果原先是千万的 那你七折的 那就是七百万 六折的 都要给六百万 喂 六百万啊大哥 一个月差不多 都要接近给三万 那没什么做 何来有三万? 对不对? 你看到 居屋都是冷冷清清的 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 大家看回《螢光幕》 原来健康码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原来阿爷曾经开过这个条件 他说 你要健康码也可以 香港要连续三个星期 零感染个案 就可以推健康码 当然做不到 特区政府就很紧张 为什么很紧张呢? 因为林郑背后那千二个提名委员会 他就会跟中央商量谈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全部都是商家佬 喂 有健康码 他就可以回到内地 因为你知道那些人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 他都有内地生意的 那你没有健康码 每次回去 隔离两个星期是不行的 好了 in return 他觉得 如果有健康码 香港的可以回去的话 即是国内可以下来 对不对? 救到你 譬如说做酒楼 开店铺 有工商铺 造铺 铺王 那些就有得救 他们这样想 就选林郑做健康码 林郑就开了个条件出去 如果连续三个星期 就是单位数确诊行不行 中央就说不行 所以虽然现在说 最快是十月 但是未必行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 十月中 十月中 才可能稳定清零 你要它十月中稳定清零 再加三个星期 就可能十一月多了 好了 好了 现在暂时所说的 大约是香港和深圳每天一晚 即是说 最多一晚 香港过去 即是你过得深圳 哪里去得 深圳来香港多一晚 如果你有急事的话 就可以优先处理 好了 问题就是说 我们分开两个层面说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连续三个星期是零 还要搞个健康码呢 那你都说零 那零还需要健康码呢 现在在外国 例如说 邱腾华说这些什么旅游起泡 是没有人回 没有任何人回 只有这个美国 将旅游警示提高到三级而已 没有任何外面的国家 回过香港的旅游起泡 即是说 当明年的疫情散退的时候 香港就可能可以去外国 他又不会相信你的健康码 他正常就像意大利那样 你即时做这个核酸检测 你Pass的 他就让你入境 不Pass的就隔离 就不会相信你的健康码 这个健康码就是你香港做的 别人没有关系的 但是一样东西 他们国家的人 他就不会recommend他来香港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个国安法 大家看到今天快必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高院是turned down 不准快必保释 即是证明你没有言论自由 是不是 外国哪会这样来 说两句黑警死全家 这样就抓两个月 不给保释 分分钟找一条煽动罪 他还要坐三年 谁敢来 刚才叶柳说 我们要重拾香港的富豪 和外国基金 外国人对香港的印象 的信心 你便要设立国安法 你一直没有外国人来 你不拯? 你怎么集资? 你用中国的资金? 中国都不够美金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为什么他还要搞健康码呢? 你都清零了 你清零三个星期还搞你干什么? 我只想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当然是for security 保证你不会受了武汉肺炎的感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就是你一定要用他指定那间资金 每次一千多元 那当然就是给你了 第三个呢 就是你用他那间资金的时候 你就会泄露了你的私隐 包括你的DNA 和你的个人资料给他 他也可以教了健康码之后 在你的手机上查你 大家不要以为 很多人都会想一件事 用了五亿多 搞个全民检测 四亿多搞个童心口罩 那就搞了十亿了 但是给业界的帮忙 就只是四十五亿 给多五亿都不肯 你的全民检测 找得那么少人 那就是没用 不是 因为他的目的 不是真的做全民检测 除了拿你的DNA之外 他要拿你的个人资料 大家知不知道呢 他只需要拿到你的名字 你的身份证号码 和你出生日期 他只要拿到这三样东西 其实已经拿到你大部分 非常重要的资料 例如 你有任何户口 在中国的银行 在中资银行 他有这三个资料 他就标准到你 他随时可以 可以hack你的帐户 随时可以取消你的钱 他只需要有这三样资料 他找一些hacker 是很容易撞到你 所有社交帐户的密码 你别以为给了这些资料 很小事 很大件事 DNA就肯定了 他只需要拿到你这三个资料 他可以拿到你大部分 社交上遇到你的帐户 例如Facebook Google YouTube Instagram 他拿到这几样东西 他已经可以很大机会 撞入你的帐户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所有你在中资银行的户口 你都逃不掉 他完全标准到你的 因为如果只是个名字 例如李国强 很多李国强 李国强 1970年10月1日出生只有一个 身份证号码只有一个 他就标准到你 对不对 这些资料很重要 另外当然可以查你的手机 追踪你的行踪 其实他用这些钱 是已经做到他要做到的 因为他已经拿了香港接近180万人的资料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 现在你看中国政府的动态 某程度上来说 即使走了健康马 他都未必会给每日一万个名额来香港 因为全部他要签的 他来那些可能真的做公事 真的来做公事 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他真的商业才来的 他不是来玩 不是来买东西 不是来旅游 为什么呢 来玩 来买东西 来旅游 白点说一句 要用外汇 港币是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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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爷爷这么紧 他不断叫工商银行 叫腾讯 总言之和外国有关 就发债 美元债 你想想他这么紧绝 还怎么会好像以前那样 找些人日日一大堆人来香港 用外汇呢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想做这件事的话 深圳就不会转电子货币 他转电子货币的原因就是 我放你出去 你都没钱花 我就是有朝一日给你走 你那些钱根本在外国就不能用的 那些是电子货币 那些香港可能都是电子货币 因为为什么 你要做深圳的生意 国内人的生意的话 你便要电子货币 不出奇的 我们已经想到他做这件事的了 所以如果你说 走着健康马之后 香港地产、零售、旅游是会好转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低 这个机会很低很低 还有香港禁倚靠中国 禁倚赖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帮人是 他要重新定过自己的想法 你说如果正常 正常 无事无干 好起来 他根本就不会这样做 他主动 因为为什么 那些人都要去消费 对不对 那些人都要去旅游 那些人都要去国外 那为什么现在香港这么少疫情 国内这么少疫情 他仍然都不通呢 原因就是这 这个就是前两天的 9月13日 就说 过去那一年 香港提早取走MPF的个案 累积拿走了61亿强积金 他说明过是永久来说 就是不是退休 那你跟我咬都可以的 那有些65岁退休 他拿了钱 回大陆 回大湾区买楼 安享晚年都可以的 如果你自己骗自己 那我不跟你咬 但是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 豪宅那些走 豪宅那些买楼走 或者最少套现 那现在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中产 这些是中产 中产也走 我告诉你 今年因为外国有疫情 所以这些案子才少 因为 譬如我要去UK 或者我要去日本 或者我要去台湾 白点说句 我也要去视察 今年疫情这么严峻 比较难去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如果明年 疫情舒缓 的话 他们就可以去到 明年再提走强积金 那个比例可能会 几何级数跳上去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就是说 现在大概 正常供款的强积金 每一个人大约是五十多万 左右 如果你又没有之前 又没有拿过 你又没有自己再加钱 的话 大概每个人是五十多万 但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就是说 他永久来说 他就会带走他所有的资产 一个人 如果他有五十多万的强积金的话 正常他应该有接近一千万的资产 即是二十倍 就是说香港有多少钱拿走 大约是一千二百亿 拿走了 或者将会被拿走 那你就想想 就是说最有钱的 和中产的浸 已经一直在走 当疫情再舒缓的时候 会再加速 那香港剩下什么 剩下我们这些基层 剩下这些基层 就是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他在中间 他想锁香港 他就不想这些钱走 但是他又锁不到 因为如果他一锁的话 那美国人就会派轟炸机来撤桥 他在九段线有两只航母 那他就锁死了 那现在大家看到 某一些有传是弘理 就说如果你永久来港 你要提供好准确的资料 即是你要住在哪里 有证明 你能经常关你弘理的事吗 对 对 我来港就来港 你去哪里 对不对 对 总之我离开香港就可以了 我现在说我永久离开香港 你可以 即是你特区政府 可以不让我再回来住 我听闻就有用这些方法 拦你 即是你要所有移民记录 你有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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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钱是我的 对不对 有传是弘理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奸奸强积金也是 他又不想你拿钱走 但这些钱是你的 对不对 就是这么败 所以我相信这些所谓生意佬 他们想着 我相信也有一部分 是因为政治压力 就是说他们一定要赞成健康码 有一部分就是一定要赞成 有一部分就是 有大陆人来香港 可以了 回生了 我觉得 这个可能性不大 反而我倾向于 刚才美联所说 香港的最坏时间是未过的 最坏时间未过 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 还有重拳出来 香港的最坏时间未过 以当年回归97、98年 最坏时间最坏时间 起码三四年 最基本的 那就是说 正常 你当19年开始 应该真的去到2023、2024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开心 我走了健康码 疫情过去了 有大陆人来香港 碰了 但是 你要有心理准备 要捱四五年时间 这一类这样的事情 这一样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 应该之前节目有说过 幸好 我就打算 未来四五年都不回中国 不是说我没有在网上说话的问题 是我完全不相信他的制度 我完全不相信他的制度 即是说 他的制度 可以适当地找个人 误你也可以 即是 我完全这四五年 我完全不会回中国 亦都幸好 之前我没有买到大陆楼 如果我买了大陆楼 你就被逼要回去 那我现在真的完全跟他切割 我可以完全不回大陆也可以 我可以十年、二十年永远不回大陆也可以 但是我明白 有些人他因为做事 有些要 即是我有些朋友 在国内长住的 没办法 你一定要回去 有些有太太在家 在国内 或者有丈夫在国内 有物业的 被逼要回去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有兴趣 美股可以订阅 好 那九月份的投资日子 我们已经讲完网易 那跟着我们会讲完美团 阿里巴巴 电子烟的斯摩尔国际 和JD.com 那大家有兴趣还可以订阅 好 那我们两个收费项目 投资日子 港股文字版 和youtube投资筆记 youtube版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 螢光幕 户口 银码 大家也可以用PayPal付款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er at gmail.com 或者在youtube下面留言都可以 那今个星期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 就是一周股市大事 那会在周末和大家见面 那大家记住看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好不好 好 那多谢大家收看 一周股市大事 再让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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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